現在是晚上七點半 我們要準備睡覺了 怎麼樣?你覺得這一次如何? 如果沒有下雨就很難 下雨天還蠻狼狽的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比較沒有做主準備的地方 就是我們那個保暖的衣物沒有帶夠 沒有預備地主的部分 好險我們這一次有 有神隊友 真的 有我們的好隊友的幫助 我們現在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冷 還借我們一點衣服不出 對呀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是登山新手 也想要挑戰加入你的話 就跟我們一起去吧 GO 來 嗨 我們要準備上加羅湖了 自由 我們現在在這個紅色鐵欄杆的登山入口前面 準備要上去 走 好害怕 我也好害怕 介紹一下我們這一次爬山的成員 哈囉 加油加油 主龍愛麗絲 你們還好嗎? 不是我們弄壞的 我們這團最小的 欸你現在幾歲啊 11 11歲 加油加油 美麗絲從來都沒有露營的經驗 結果這一次 第一次露營就要體驗野山的野路 還要是背東西 嗨 帶我一程好嗎? 我的海機車 看他載了一些水 還有食物 應該就是協作吧 對啊 我們這一次就是背著我們自己的衣服啊 還有糧食這樣子而已 就覺得很重了 對 就覺得很重了 然後帳篷 睡墊 還有睡袋 跟晚餐早餐 是請協作幫我們載上去的 這樣子一個人是一千塊錢 好熱喔 開不到十分鐘我流汗就流汗了 你還是把帽子戴好就好了 我買了這個水袋 試喝看看 有喝到嗎? 嗯 還挺方便的啊 這水裡面可以加一點 保光率的運動飲料 就會比較不容易抽筋 我們這次來加羅湖 穿這個雨鞋 然後先把鞋墊放進去 再穿這樣厚襪子 因為加羅湖這邊 它比較多泥泥的地 而且它這邊的濕度比較濕 所以來的話大家都會穿雨鞋 這個襪子啊 最好是要穿超過雨鞋 不然的話會被雨鞋磨到腳 這邊一上來就是一路的 環陡坡沒有任何階梯 但是真的還蠻有一點懂 然後來這裡登山帳非常重要 有好的配備可以讓你示範功倍 走上來一小段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個岔路 然後我們往左邊這個走 剛剛一開始走的時候 我覺得背包很重 力道都是在肩膀這邊 然後剛剛有一個隊友 就跟我們說 背包這個要調鬆一點 力道要放在腰這邊 然後我們就把它調到腰這邊 那現在就有比較好了 80%力道要在腰上面 要靠腰的力量 對 比較不會這麼重 在爬山的同時 你們有看前面這麼美嗎 多多看你爬過什麼山 我爬過啊 枕頭山 哈哈 每個週末都要在枕頭山 爬到11點才要起床 今天居然5點起床 我們自己本身 爬山的經驗大概就是先機眼 七星山 跟九五峰 所以 這一次爬兩天一夜 然後還有在山上露營 還要負重 對 還要負重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 爬這個加羅湖啊 它前半段都是這種陡坡區 接下來還會到一個巨木 那才是加羅湖的登山口的開始 但好險我們爬到現在 天氣算還蠻好的 可是我希望不要曬 對啊 希望今天到上面之後 天氣還是好的 你還好嗎?需要我幫你背嗎? 把鏡頭打開我就不需要 現在是10點37分 我們上山的時候大概是9點半 現在大概爬了一個小時 你覺得現在還有多少體力?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自己像那個 壞掉的iPhone一樣 原本還有80 過了10分鐘後我只剩20 啪啪 然後就要關機了 一個突然間就覺得沒電了 為什麼 不知道 我要換電池 我們走到登山口的一半了 對啊加油加油 哇這裡的地就是這樣子 所以難怪要穿雨鞋啊 還好我們有聽話穿雨鞋 不然我們的腳就陷在這個泥發裡 這個吸管真的不錯 買了最值得的東西 你知道最值得是什麼嗎? 看到你羨慕了眼神 可以借吸嗎? 給你吸一口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還好 沒有到像95鋒713這麼累 對啊 因為那個都是很陡的街市 我們這一路上來就都是陡坡這樣子 就是坡啦 累就累在負重 這背包的打包的秘訣啊 就是把重的東西放在靠背部的地方 然後要過夜要用的東西放在底部 上面呢放一些比較輕的 像是碗筷啊 還有食物這樣子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離登山口的三分之二了 然後在登山口前面有一個溪 我們就會在那邊吃午餐 好想趕快把午餐的東西吃一吃 點輕一下重量 走到這裡就會看到一個加羅湖的牌子 OK 真的是避免沒到加羅湖 現在這裡拍個照啊 我們剛剛休息到一半 聽到打雷的聲音 趕快繼續走 希望剛剛那個打雷是 假象 聽聽聲音就好了 拜託 哇 看到這個廢墟就是快到了 好像快到了耶 好像在左前方 有聽到水聲了 水聲在這 我們原本預計三小時到這邊的 結果我們這一次走了兩個小時 我們剛剛那個廢墟走過來這個 加納複溪 大概二十五分鐘 那通常大家都會在這邊 休息一下野餐 然後再繼續往上走 到了加納複溪之後 就表示說 再沒有多久就可以到那個 巨大的神木的登山口了 大家都在那個平台那邊吃東西 對啊 都在吃著自己的午餐 他們在這邊的水是可以喝的喔 有些人他們會在這邊裝水 這個水很厲害 這是我們午餐這個飯糰 跟這個麥片 你們午餐吃什麼 哇 你們自己煮泡麵 看起來也太美味了吧 Jef好厲害喔 什麼裝備都有啊 這個好像很方便 你要有一個 能夠幫你背上來的那個人啊 那大家你們要補飲料嗎 要不要先補一下 等一下會比較硬 那很硬喔 等一下很硬喔 好啦我們現在吃飽了 那我們要往下一個地方出發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會到一個巨木區 然後巨木區那邊爬上去之後 會到一個芒草區 好 所以我們現在都換上長袖 然後還有手套避免等一下 在走的時候被芒草刮傷 從剛剛吃午餐的地方走到神木這邊 大概三分鐘的距離 那我們趕快去跟神木拍照吧 好了各位 我們到了登山的入口了 メディ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就是巨木登山口 然後要小心不要走到前面去了 是要走這裡 對是要往上面走 以前日本人就是在這邊開採木頭的 然後這邊開採過後 才去太平山那邊開採 這神木真的超大的齁 用錄影的都沒有辦法錄出來 這麼大一個樣子 好啦現在是跟神木的拍照時間 有人過去就可以感覺出來 樹木有多大了 這神木真的是親眼看到才覺得這麼大 跟照片真的是有差 好啦 接下來就是要手跟腳並用往上爬啦 加油 要拉這個繩子啊 要記得先用力拉拉看 看它會不會鬆動 確定它不會鬆動的時候 然後再來用這繩子往上爬 哇你看後面 對啊 超大顆 走這裡真的比較累齁 雙鐵炸裂的感覺 我們剛才走過了一段非常艱辛的神木樹枝區 然後聽說等一下還有大概兩個半小時的路程 一路上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快到了 快到了 反正就是一個過程很累 但是回憶很美好這樣 真的累齁 這裡的地上都是樹枝 都是他們的根 這加羅湖啊 它在日治時期開墾完之後呢 就沒有人發現了 然後到了1987年之後呢 才被台大登山隊發現 你知道為什麼這邊有 天使散落的珍珠的名字嗎 我不知道 就有個傳說 傳說在說仙女在化妝的時候 不要緊把她化妝鏡打破了 然後就這樣子散落到這個地方 散落到變成很多個湖泊 所以就有天使散落的珍珠這個名字 加油加油你們很厲害 簡單嘛 簡單點 爬山的方式簡單點 阿正聽一下 好剛剛那一段啊 建議戴手套來 他手腳兵用這樣會比較好爬一點 你看走到這裡就有一個這個 對一定要往右邊走 看這個就是一場應戰 蜜桥你需要休息一下嗎 不要 可是我需要 我記得我以前還是小胖子的時候 然後爬那個指南宮 爬到一半我就不行了 嘴唇發白坐在旁邊休息 就像那樣穿 我買了這個 半路補給一下 我覺得今天這段路 前半段是肩膀非常累 然後剛剛這個應該算是中半段吧 是 整隻腳爆累 爆炸的累 好啦我們繼續前進 加油 欸你們小心一點喔 那個手不要亂摸旁邊的樹喔 我剛才被吃到了好痛喔 我覺得這個東西啊 對我們登山錄影的話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它一下子可以當登山藏用 然後一下子呢 又可以立馬變成錄影的東西 很方便 下雨了 我們趕快把背包穿上雨衣 背包也要穿雨衣的重要性呢 就是在這個時候 下雨天 萬一下雨了 把背包裡面的東西都弄濕了 就糟糕了 下雨了變滑了 對啊小心走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自己是不是走錯路了 然後結果 就會看到前面 還有一群人 在我們前面 就知道我們的方向是對的 Meddy你看這邊有個小小的 叫加入我的牌子 加油啊 我們剛才遇到下來的人 他們說大概在走五分鐘 就可以到芒草區了 已經過了二十分鐘了 不會覺得 其實我覺得這段路沒有很長 只是它很難走 上下上下的路 又到了一個平台 我們走到這裡 大概走了五次的樹枝的山路 然後大概停留了四次的休息區 有四個這種大大的平台 可以讓我們休息 右邊就是家洛湖了 前面好像就是芒草區了 我們到了啦 前面就是芒草區了 終於是芒草區了 對啊我們終於到這個芒草區了 這邊路就更泥泞了 走到芒草區之後 基本上登山的路線已經走完了 這裡有個路標 好 繼續往前走是撤退池 要往家羅湖的話 要往左邊走 終於到了 道路超大